12月18日年度华语犯罪动作聚致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继北京首映礼后 趁热打铁来到上海举行首映礼 先至任志强任仲伦 导演徐济周 主演邓超携手 阮京天刘诗诗文奇出席活动 当天主创还护送奇葩圣诞礼物 阮京天送邓超高药 刘诗诗收到邓超赠送的 炒款紫色秋裤 文奇送阮京天断纸饼干 导演送文奇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现场温馨又爆笑 气氛火热异常 你真的会穿吗 而且其实你看它的构道 它这个灰色 就是三个灰色的呼吟 是我机型挑选的 不是有结构 不是那么轻易 里面我跟你说 翻里为啪 它是灵黄色 里面非常体贴的 这种在冬天里的一把 暖暖的呼吟 现场也来了不少 前来首映李柱镇的圈内好友 我们邓超欧巴真的是好人缘呢 导演横寒也在现场是直夸电影 又好看又扣人心弦 演员李晨对邓超的敬业精神 也是竖起了大拇指 还有特地从苏州赶来的王千元 可见好兄弟们的真情意呢 邓超呢那会就跟我们聊 他说他为了这么一个角色 要去创究一个警察 真正的心理去体验生活 他们真正的根据 这人说 可以是吧 反正就是 跟着真的警察去执行任务 然后真的警察 哎你干嘛的 就是都开始轰过去 但他就真的跟着去体验生活 然后去感受真实的执行任务 我听到那个抓捕啊 包括每一样的细节当中 或者听到那个展示片去找到 用那个心理的那个感觉 我其实想他这个变态 我就不知道